这是一款可以玩手机APP的电脑 比如小红书 比如TikTok 哇 我第一次用Laptop来打这种赛车game 嗨 我是可恩 昨天华为发布会上 除了发布Nova9之外 华为还发布了一款special的新产品 这是一款可以玩手机APP的电脑 它没闷什么没闷呢 那它的名字就叫做 华为Matebook 14S 有S跟MuS的差别是什么 MuS它就是一台普通的轻薄电脑 有S的这一台呢 它就是可以直接download手机APP 然后直接在电脑上面用 它就好像马上变成了一台14寸的大手机 你可以刷小红书 你可以刷TikTok 你甚至是玩game 所以我们马上进入正题吧 so 接下来我就会根据它的外型 屏幕基本配置还有卖点这样讲 外型上面其实它跟Matebook设施是很像一下的 不同的地方就是厚度 重量还有webcam的位置 1.43kg中16.7mm厚度 重点是这个webcam的位置 我跟他们讲 它终于感言放回上去了 之前一直都收在键盘这个位置 You爽下巴 You给人家讲 每次meeting完都给人家讲我穿 我赔鞋 你觉得你有赔鞋有点吗 有 反正webcam位置要搬上去边框那边 超级小一颗 像素720p 你就不要抱这样大期望了 Matebook success搭载是2.5k分辨率的屏幕 3.2比例 90%屏占比 可视面积更大 工作时候也可以看更多东西 100%sRGB色域 它的其中一个升级就是它的屏幕 支持高达90hz的刷新率 算是华为目前第一款支持90hz的laptop 也是我第一个使用90hz的laptop 好处就是当我高速用手指滑页面的时候 真的是有比较细腻比较顺了 坏处就是比较耗电 所以我要教你们一招 FN加R可以short card key换回去60hz 在FN加R就可以换回来90hz 根据需求你们自由切换了哈 处理器上面也是升级好的 它这次有两个配置 两个配置都是用上hash系列的处理器 这样hash系列的处理器算是在gaming laptop比较常见的 也是相对比较强一点的处理器 MacBook 14s的两种配置 一个是Intel Core i5 一个就是Intel Core i7 这样我拿着的这一款就是Intel Core i7 而且它也是一款有Intel EVO认证的laptop 电池方面60Wh比起MacBook 14是更大了的 而且它配上一个升级了的90W快充充电器 在充电的时候你还可以看到super charging的标记器 另外MacBook 14s也是第一次把Tooth Rylent硬件及低蓝光护眼模式放在laptop 之前都是在tablet比较常见的 而且还通过了Tooth Rylent Flickr Free认证 长时间用对眼睛是更友好一点的 那接口方面呢 左边两个USB-C port 一个HDMI port 一个3.5mm的耳机 port 右边一个USB 3.2 port 那如果你买的是Intel EVO i7版本的话 它其中一个Type-C接口是Tunderboard 4接口来的 终于到重头戏了它的升级点一 就是它有4个Speaker跟4个MI 这边上面两个下面两个 升级点二就是键盘 MacBook 14s的剑层它升级去了1.5mm再加全新的弹力反馈 给人们听下分别先 其实我自己是比较喜欢MacBook 14s的这个键盘声音的 我是觉得比较厚实 比较疗愈 当你快速打起自来哦 它就是这个感觉的 而且哦你留意看 其实每一个键帽都是有一丁点微微的弧度 它类似别的品牌的small keyboard那种 但是真的很微很微微到基本上是看不出来那种 升级点三就是你可以在电脑下载手机apps 意思就是说你可以直接在电脑玩到你平时在手机上面玩的apps 比如小红书 比如TikTok 电脑里面它直接有一个类似华为AppGallery的软件 目前里面有小部分我们日常用的app 那因为我手上拿着这一台是Beta版本罢了 很多apps还不支持那它未来还是会跟进的啦 所以不知道 而且你不要忘记哦 MacBook XS是可以touchscreen的 像是小红书啊抖音啊这种 就可以直接用手指滑 就好像你用手机的习惯一样 滑到不是很顺的时候 FM加R直接换去90 啊 顺了 接下来就是Test Mobile Game 但是因为我这台是Beta版本 很多game都还不support 所以我示范不到 我只可以示范目前里面有support的 Plants vs Zombie 你没有发现其实它打Zombie的声音啊 真的很扎实 因为它四个喇叭 你看它那个叹叹叹声哦 真的很扎实的 看它可以touchscreen 昔太阳啦 可以放Plants啊 所以我相信以后拿来打game啊 或者是看戏啊 听歌啊 其实都没有问题哦 接下来试完的就是Street Racing 3D赛车游戏 稍微哦 比Plants vs Zombie所需的graphic高一点点 各位 看我精湛的车技吧 我第一次用Laptop来打这种赛车game 哇 很大跟3的 哇好像拿着14寸的tablet在玩game 但是呢有一个缺点要说就是这个Mobile App Engine 目前还是一个Beta版本 所以你不能自己下载APP 你要的apps哦 你就只能等官方更新 而且目前这个功能呢 是MacBook 14X独有的 华为别的Laptop哦 是没有办法做到的 其实这次MacBook 14X的体验是蛮遗憾的 因为我拿到这台Mobile App Engine 它还是Beta版本嘛 所以很多功能体现不出来 比如说apps不够多啦 game不够多啦 所以 你们等我等我拿到最终版本之后 我再来给你们try过 但是不得不说 这次MacBook 14X它是有一点算是做了一个蛮大的尝试 就是在Windows的系统下实现了对app的兼容 有一种像是打通了PC跟智能设备之间的那个隔阂 而且我们不说app这一点 它其余像是设计啊 性能啊 喇叭还有其余配置啊 都算是很好的 反正呢它是有两个版本 一个就是i5 8x2 然后有一个很期待的颜色 就是绿色还有一个升空灰色 另外一个就是i7 16x1TB 它只有升空灰色 这样子影片就到这边结束了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我是可恩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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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